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遇有害气体 又遭低温难题 他们将如何解决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飞天之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特别节目飞天之路 神识的任务不再是实验 而是执行太空班车任务 为空间站提供人员和物资运输保障 而我国第一艘发射成功返回的飞船 还是一艘没有安装上所有设备的实验船 和真正载人的飞船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但是对于当时的航天人来说 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 2000年12月底 在中国西北航天发射场上 神舟二号飞船已经一切就绪 即将奔赴太空 马上要过元旦了 人们在相互约着 一起吃着持久迎新的年饭 大家都希望来年能够欣赏事成一切顺利 但是这个时候 在静静测试的厂房里 一场灾难正在悄然向树立在中间的火箭逼近 12月31日下午40左右 发射基地所有领导的电话 几乎都同时响起 话筒传出的都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测试厂房里发生最大的事故 一个小时前 这里的人们在做平台 向发射阵地转移的技术准备 本想试一试备份移动发射平台 是否正常的操作人员 没想到正是移动发射平台 和被动平台的电源被接反 结果开关被摁下后 正是发射平台意外动作 导致重达40吨的火箭 硬生生地被向前拖着走了200毫米 一刹那 整个火箭重重地撞在了11层高的平台上 整个七米高的厂房 那个火箭一弄一碰 那回响特别大 火箭叼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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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一 环子快倒似的那种 声音就咬着咬着叼叼叼叼叼叼 非常响 他那位火箭不行了 就是 给我们家里打电话 我们当时一个流雨流护总 就找我 找到火箭被窜了 这次我们一蒙 在冒犯上二人查 五槽就造成了 没有按照归程办事 临时去搞了这么一个实验的计划 组织BME 造成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人为的一个事物和插头 人们第一眼的感觉是火箭已经受了重创 箭体上深深的伤口 让感到现场的人们欲哭无泪 内想一看 哎呦 这个状态可真了不得 所以看完了以后 我心得冷了 马上就要发射 前面那一大段工作 我们做得够艰苦的 做完了 只要过了年 我们一家住就发射了 结果你看撞成这样 哎呦 当时 行了 因为脸都灰了 凉了 那时候凉了 两个半截 整个当时发射场 整个东风航天城 压错无声 事实上三十月本来要过圆 那要放眼价 没有任何人在想着过去了 我们叫做二十四季黑暗的二十四季那一天 黑暗的一天 此时人们最担心的是火箭到底伤在哪里 是不是已经伤筋动骨 还能不能修复使用 发射队还有没有必要留在基地等待 这一系列的疑问都悬浮在人们的心头 最稳妥 最保险的方法 就是火箭哪个部件坏了 给它换哪个部件 不过这样做 那么就意味着两个月的时间白费 火箭专家们面前摆着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终止任务 取消这次发射 可以不让自己冒风险 第二种是修复火箭继续发射 但是万一火箭内出现隐患 有可能会造成发射时 箭会传网的结局 这可是非同一般的重大责任 没错 不过 等到紧急召开的载人航天会议结束的时候 人们从火箭专家们随后的工作布置当中发现 他们选择的是第二种方案 我们马上动员我们调度系统 就是给北京打电话 要求他们马不停蹄的赶到这个霸场 那么他们当时因为你也知道 就是到咱们二零基地 这个只有咱们连航的飞机 那么连航飞机还不是天天都有 它是一周有那么两到三趟 那么两到三趟当时我们赶的那个点不好 正好需要它当天来的时候没有飞机 怎么办呢 没有直达的飞机 只能转到从北京到兰州 为了节省时间 兰州和基地两边同时出发向中间地带套路 第二天半夜一点多钟 感到基地的专家们立即来到了现场进行检测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产生这个箭体相提的一些裂纹 能不能经受住如果要发射的话 经受住发射的这个环境条件的考验 因为我们的火箭 就是液体推进机的火箭 对泄漏是非常忌讳的 两种推进机接触 会产生一些非常可怕的后果 连续两天的检测与分析 使人们初步得出了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让已经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的基地负责领导 多少松了一口气 我多亏还很幸运 把它碰到那些地方 都火箭得整了整掉 正好没碰到那些气路 擦那么大概几个毫米 如果要碰到那些气管 这块箭就报废了 那就根本打不成了 最后碰到最深的地方 因为经过碳伤 正好还属于在安残范围之内 又采取了安残补救措施 经过全面碳伤的火箭处理 和更换了部分受损的部件后 最终的测试表明一切正常 1月6日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次发射任务指挥部的会议上 火箭的评审被一致通过 并决定4天后的10日凌晨1点为发射时间 至此 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在所有航天人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顺利度过 当神舟二号再次被拉在塔架上时 人们看到的是一枚完好无缺的火箭 圆月时 看到随口令发射上天的火箭 顺利的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 这让之前所有为它担忧的人们都尝出了一口气 2000年10月 西北九泉发射基地 玄州三号发射的现场 在对飞船上安装的一种插座触点 进行测试检查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点不通 更换之后 故障消失了 虽然说故障消失了 但是敏感的航天人起了疑心 他们把飞船上此类插座 至少1000个接触点 全都测试了一遍 结果果然又发现了有一个点不通 这个情况很快报道了北京 以集团公司元器舰首席专家领先的专家组 紧急飞往九泉基地 此时插座中那根连通电源的细细的金属丝 已经成为了重大嫌疑 对这根金属丝的最终认定 决定着神舟三号飞船 以及聚集在发射基地的700多名发射队队员 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围绕着对这一元件最终认定的争论 就在当天晚上爆发了 航天领域小题大做的职业习惯 让人们仗红了脸 焦点集中在是否需要更换 所有已经安装在飞船内部的这类插座上 可能普通百姓很少知道 在航天领域里使用的任何一个元器件 都存在着两种标准 航天级和工业级 其中只有航天级的产品才具有上天的资格 而这两种产品的采购价格也是天然之别 比如说我说航天的一个元器件 在地方比如说商品化电子市场上卖 可能三块钱一个 可是拿到我们那儿可能一千块钱一个 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差距 他说我筛选了一千个里面 我选出了五个 我对这五个还要再拿出三个来 做各种各样的老化实验 做各种各样的高低温实验真空实验 做的结果我一千个里面只能出两个 最后给你提供产品 我就要值这么多钱 你也只能认可他 这时有关专家已经专门到生产这一插座的厂家 调查了解他的设计及加工过程 发现在他设计中确实先天就存在着缺陷 这个好几本人在拔厂 老师你这里要重新做 不是一天两天 压力很大 但是考虑再三 那就是要严格要求 就是要一种作风 这种要求 确定退到重来 但更换势必牵涉到 全部发射队伍的大撤厂 而后面神四甚至神五的计划 都已排好 因拆换而撤厂的大举动 不能不影响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整个进程 事关重大 报告打向了中央领导 2001年11月1日 中央领导在报告上批示 要绝对保障安全 切勿抢时间 最终已经运到发射场的飞船和全体发射人员 终止全部程序 默默的撤离 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当时担任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张敬伟 在为此召开的紧急会议上 又提到了十年前的322发射傲星时的那次刻骨铭心的记忆 他认为 自己的队伍又一次退到了失败不起的境地 越在这个时候 又要怎么样能够不被压垮压倒 而且要针对出现的情况 要能够及时的采取一些部署和要求 对航天人来说 由于前面出现的失误 神舟三号此时已成为他们被迫后退时的最终底 因此 这时无论对风吹草动怎么敏感都不过分 有专家认为 如果再发生一次疏忽造成的结果 很可能就此断送了中国21世纪初的载人航天工程 我们神舟一号 我们的试验飞船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那么从神舟二号 神舟三号神舟四号计划也就三次无人飞船的发射 福果其中出现致命的故障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神舟五号就不能再人 三个月后的2002年3月25日 再次返回发射厂的航天人 用他们最后的成功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到了2002年底一艘真正能够全部满足人类在太空中旅行生存条件的全配置飞船 神舟四号被制造出来了 这是航天人计划表中无人状态下考核的最后一次试验发射 此前一个多月俄罗斯联能央火箭点火后29秒发生了爆炸 甚至造成了地面上9人死伤 而就在这时中国也能满足载人飞行条件的神舟四号飞船在九泉基地进入了发射准备程序 2002年冬季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大雪 气温上基本维持在零下245度 最低的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的28度 对准备发射的长征火箭和神舟四号飞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低温会造成火箭发射时的一系列独立影响 在人类航天史上不乏失败的例子 美国同航的挑战者号因低温导致密封圈失效造成的悲剧 此时一直在人们心头环绕 电缆插头接触不良 输送管路堵塞等等低温引起的故障 都有可能变为发射时的致命杀手 在2002年冬季的九泉基地的发射架上 虽然套防寒服、贴泡沫塑料、蒙棉被、放大电灯泡等等 土的洋的保温办法都在现场各显其能 但对什么是允许发射的最低标准 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在激烈争论的时候是争论定到一个什么样的最低发射条件 是争论这个东西 有人希望把它放得更宽一点 有的希望放得更圆一点 放得盐保险系数就大一些 放得宽这个要承担的风险就多一些 就这么一个增 对低温发射条件的确定决定着在目前状况下能否进行发射 按照有关文件规定 零下20度被视为最低发射条件的临界线 而现在气温已经低于这一标准 是修改规则还是依然遵守 在九泉飘扬的雪花里 人们在争论中泛着犹豫 当时在定这个发射的时候 大家各个心中进行一起讨论 我就主持大家讨论 大家都说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但是呢要下决心 那这个最低发射条件是有文字语句的 那要定决心打那好 要修改这个文字语句 让大家进行文字签字的时候 谁也不签了 最后大家一致认同零下20度 为最低发射条件的临界点 此时的关键 就是根据气象部门的准确预报 决定最终的发射窗口 于是一贯谈风陆雨的气象专家们 如同古三国时借东风的诸葛亮 再一次被推到了大战的阵前 平时人们在生活里 并不太在乎气温上下一度两度的误差 这时都可能成为 事关大战最终胜负的决定性严肃 重大的责任 让人们不敢掉以轻心 在2002年的岁末 随着翻卷的北风呼啸而来的寒流 让当地的最低气温 已经降到了破纪录的零下三十几度 每天在冰冷的发射塔架上和西北风的人们发现 眼前的温度已经超出了火箭本身的预定的承受能力 在越来越沉重的担心之下 火箭是否按时发射又成为此时 让人们难以决断的首要问题 根据气象部门给出的28 29 30日三天的气象条件 指挥部将29日定为发射日期 但气象专家认为 在30日温度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这让现场的人们在发射日的选择上又产生了分歧 当时就出现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就是29号打 一种就是30号打 就推迟一天 当时我是极力组织要推迟一天 升陆四号地位很重要 它是作为一个上任自前的无人飞船 它的状态和上任完全一样 如果升陆四号失败了 我们整个的短暂航天不知道推迟多长时间 这必须要把握这一个求保身中四号的成果 所以我必须要只要把握大一分 我也不冒这个风险 指挥部最后决定推迟一天发射 30号明点钟气温明显的就开始回升 这个人在气象上面 我们目前肯定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种理由 但是实况显示的气温急剧回升 就这个曲线还很陡 比相当于一个斜坡直线的就上去了 这个一上去了 一直上到了18点几度 18点6度好像是 上到这个问题上 等于说整个19度以上了 公元2002年12月30日0点30分 神舟四号终于启程了 神舟四号经受了零下29摄氏度的低温考验 这也就突破了中国低温发射的历史记录 没错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最后一次飞行试验 真正意义上的载人飞船 神舟五号已经提上了发射日程 宇航员将首次参与到任务当中 从模拟装置到真人操作 神舟五号实现了新的跨越 而神舟十号则实现了从真人操作到异性用性飞行的飞越 没错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和平年代特别节目 飞天之路 再见 真人飞天见在弦上 中国首飞第一人究竟如何选拔 从一人到两人 从一天到五天 全新挑战面前 航天人又将如何应对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播出特别节目 飞天之路